一日为师,终生为父,成龙正在给师父于湛园行跪拜大礼。 这对影像拍摄于1988年,记录了于湛园师父83岁大寿的场面, 随后是袁彪一家人和袁华一家人给师父磕头助手,大家都非常高兴。 这时,成龙为了给师父助兴,在椅子上表演了一个拿大顶道理,师父非常满意。 其他师兄弟一看成龙表演节目,也纷纷露了一首,袁归立马翻了一个跟头, 紧接着袁彪来了个后半,但要说翻跟头,还得是袁华,不愧是给李小龙当过体身的。 而袁彬的这个连续乌龙角柱也是相当的精彩,遗憾就是童子宫。 一众师兄弟表演过后,大师兄洪金宝则穿上了戏服,手舞足蹈地表演了进来, 还给大家发糖果助兴,此外,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众大老明星张曼玉, 尔东升,杨子雄,赵雅之夫妇等等,可见这场寿宴非常隆重。 最后,大家推出生日蛋糕,给于战元师傅唱了生日歌,并合影留念。